腿部的伸展 大家好 我是蘇緣 今天又來到教伸展的系列 我們今天是來教臀部的伸展 現在的年輕人就是常常久坐 常常姿勢不良 導致屁股的肌肉過於緊繃 產生一些不舒服 今天我就教大家 可以伸展臀部肌肉的伸展動作 假設如果你今天是一個 沒有牆壁也沒有輔助的器材的話 你可以選擇我們做一個站姿的 假設我現在要伸展 我現在要右邊 右腿的臀部的肌肉 你可以選擇把你的右腳抬起來 你的雙手放在你的大腿後側 大概接近膝窩的位置 可以往上扳 往上扳的時候 可以一點點的讓膝蓋朝我的左胸口拉 大家要記得就是 你在拉的時候你的身體要保持一個平衡 不要過多的旋轉 然後我們可以拉個15秒到30秒 然後我們再換腳 一樣維持你的重心 然後假設你的周圍呢 是有可以輔助的話 會建議你可以找一個牆壁 或者是可以輔助的器材 那我現在找到一個可以輔助的器材 我現在要拉伸我的右邊的臀部肌肉 這時候我相對會比較安全 那一樣你的身體要保持挺胸 然後核心收緊 然後慢慢拉伸你的臀部的肌肉 那如果說你覺得這樣的程度 對你臀部的拉伸的感覺沒有很好 我們可以做一些進階的 我們一樣先輔著 假設我現在要拉我右側的臀部的肌肉 我可以先讓屁股往後推 往後推 有點像做深蹲的感覺 那雙腳的寬度呢 就差不多你的肩膀的寬度 或是略寬一點 重點是你能夠站的穩就好了 OK 把屁股向後推 然後你的頭 胸 肚子 屁股都是一直線 那這時候你可以選擇 把你要伸展的肌肉 假設我現在要伸展我的右邊的臀部 那我就把我的右腳跨到我的左腳的大腿上面 然後這時候慢慢的往下做 往下做 那這時候你會感覺到 你右側的臀部的肌肉拉伸的程度越來越高 往下做 然後拉到你的 可以承受的範圍 不要多拉得太痛 拉得太緊繃 然後一樣保持呼吸15到30秒 好慢慢起來 然後休息一下 好再來 往下蹲 好 那今天就是站姿的臀部伸展的影片 希望這個影片對你有幫助 然後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還有分享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 掰掰